因曾宝一插足,她意外嫁入豪门,如今出行街豪车,却又DIS丈夫。 常言道移入豪门深似海,一些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有个金归序,毕竟名气高了,也能接触到更多的高层人物,进入豪门也不是梦想。 不过就算能进入豪门,生活也未必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 如理念,虽然是豪门阔态,时常在朋友圈中炫耀豪车、豪宅、游艇、奢侈品,可是生活并非想象中的那般令人羡慕,因为她偶尔对生活没行掉的不满,一度还令人怀疑她离婚。 虽然富有,可却相当空虚。 还有女星佐藤麻衣嫁入豪门之后,也不得不面对她。 对这样尴尬的局面,虽然为丈夫生了小孩,并且每月能得到十一万生活费,可是平常都是自己带儿子,想要见丈夫一面都难。 如今小S又上演了一出豪门是非否多。 近日,小S深夜远程喊话丈夫,我不怕老,我不怕死,我只怕活住的时候你不爱我。 我怕分开,我怕遗忘,我不怕跟你一起上天堂,说的是情真意切,粉丝看得是心惊胆战,特别是我不怕跟你一起上天堂这句话,听住怎么那么像想不开的语气,为此粉丝连忙安慰她,喜欢她不要太冲动。 要说小S的感情,丈夫之前的遗任是黄子角,不过当时由于曾志伟女儿曾宝一介入,令小S和黄子角感情出现裂痕,随后小S才遇到了丈夫徐亚军。 嫁入豪门之后,小S的生活变得相当富裕,并且由徐亚军的帮忙,康熙来了等节目也是越加火红。 它出去玩的时候,最常用的座驾是一辆丰田埃尔法,这种车子属于明星座驾,要是大街上遇到类似的车,里面八成可能性是明星。 另外还有一辆奔驰保姆车,同样也属于明星标准座驾之一。 徐亚军和汪小菲聚会是,还保光过一辆上鲜望的劳斯莱斯豪车。 虽然生活很是不错,不过小S因为丈夫的事情没少哭过。 在去年她生日的时候,就因为丈夫没有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而痛哭。 之所以会这样,是因为前年她生日时,丈夫就闹出过绯闻,而她还忙着给丈夫擦屁股。 此外她还在节目中,爆料过自己被丈夫家暴,虽然嘴上说只有两次,不过在康熙来了许多期里,都见到她眼角有淤青。 虽然不知道小S是否真的过得这般凄惨,不过多次直播痛哭,豪门怨妇的模样倒是令人印象深刻。 对于小S,你怎么看呢? 对于小S,你怎么看呢?